你们好呀 两年没上节目了 我知道有些观众这些年啊 对我有误解 觉得我一直在隐藏实力 你们有过自己藏一个东西 藏着藏着就找不到了的经历吗 我现在偶尔在小某书上 看到有人说张柏阳 他就是不出场 出场就是王炸 我都感觉压力好大 有时候甚至会切小号给他留言 我说你们也不要神话他 其实他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一分钟后 收到回复 你懂个屁 我不光喜欢看自己的评价 还喜欢看别人的 实话说 我还挺喜欢看其他演员的差评的 就特别是我自愧不如的那些 我对他们的差评 这个喜欢程度啊 有的时候甚至高于自己的好评 真的 别管你用多么天花乱坠的词语 形容我的表演 什么高级幽默 笑忠带泪 原地风神 都比不上简简单单的一句 哎 我觉得这个张柏阳讲的比那个什么什么天花板强多了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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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呦 你这么正劲吗 好简 这劲就是张柏阳的劲 就是这个味儿 所以为什么都说彩衣捧衣不道德 因为彩衣捧衣太让人喜欢了 因为你知道一个人 不管对你再怎么捧 都可能仅仅出于礼貌 但踩这一下 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他多多少少动了真感情啊 真的 你们要是哪天在街边喝酒 碰到一位常在上海街边溜达的作家 尝试一下 端着杯酒冷不丁走到他旁边 哥 实话说 有时候我觉得 托尔斯泰写那玩意儿啊 不容你 然后你大概率就可以目睹一种人类行为 叫谦虚的手舞足蹈 喵喵喵喵喵喵 还不理当 还不理当 就是这么直 没有人能拒绝这种快乐 因为骄傲是生理反应 没有人可以跳过骄傲 直接谦虚 我觉得哪怕是人类历史上最谦虚的那个人 苏格拉提 当他写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这句人类历史上最谦虚的话的时候 他心里的第一反应肯定也是 哥们这句 可以啊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我现在没演完一场自我感觉良好的演出 都会跑去小某书上搜索自己的好病 确实快了 我觉得苏格拉里能保持谦虚的重要原因啊 就是他那个年代没有这款APP 不然的话我不相信他在搞完一场自我感觉良好的演讲之后 能忍住不上去搜自己 苏格拉底 0326 repo 为柏拉图来的 结果被苏格拉底圈粉了 苏格拉底 古希腊掌管古希腊哲学的神 yes 其实网上这些夸呀骂呀 我都能理解 因为他们至少在传递信息 但有一种评价 我是真的理解不了 有次刷到一个帖子 是这样的 说我真的好喜欢某某某的脱口秀专场 下面一条评论 不了解 句号 怎么说呢 就以我对人类交流行为的理解 这条评论 是不是其实可以不放 就你喜欢一个东西 所以夸 讨厌一个东西 所以骂 我都理解 但不了解 这不就好像你走着走着 路过一家陌生的餐厅 直接推门进去 没吃过 我今天表演的到这里 其实就结束了 我知道 离王诈 为什么呀 不就结束了吧 你是在拍东西一问是吧 为什么呀 我还来不及 我知道离王诈 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现在的我已经改变了 以前的我追求完美 现在的我觉得还行 也可以 当然 我觉得能这样思考问题的自己啊 也是真的很完美 我还是那个追求快乐的张国阳 谢谢大家 又到晋级赛了 居然退赛之后 好多观众说我不求上进 我不同意 恰恰相反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 都应该经历一次退赛 因为我 也是离开这个舞台之后才知道 原来人生中 有比视野重要那么多的东西 崔泰州我去了一趟 非洲 肯尼亚 我不知道在座 有多少人看过 《动物大迁徙》 你们看过就知道 真的 我太残酷了 成千上万的食草动物 为了生存 长途跋涉 去往三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寻找新鲜的水草 一路上不脚 当心狮子猎豹鳄鱼 一不小心 还很有可能 会从大部队中脱离出去 你们知道 如果一群鲜羊在迁徙的时候 其中一只掉队了 这对他还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他 就只能 一阳迁徙 什么词啊 不太对啊 相信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是真的不是很想进击 我从来不是一个努力的人 从来不是 特别是今年 外部环境不好 公司环境更差 搞得我根本不知道 工资和意外 到底哪个会先来 健身这种高度自律的事情 现在在我看来高度危险 我怕我花钱办卡 按时上课 不吃油不吃糖 好不容易达成健身目标 刚刚走出健身房 夹击一个意外 挂了 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精力 牺牲了那么多快乐的时光 练出了一副健康的遗体 所以现在的我活得 进退了难 就努力吧 怕意外到来 白白努力 不努力吧 又怕意外不来 悔恨终身 所以对我来说 要怎样才能 没有后顾之忧 彻彻底底活一次呢 也许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那次我去体检的时候 查出绝症 剩余寿命两年 然后我放弃治疗 拿出全副身家 吃喝玩乐 不顾人间规则 两年以后 发现误诊 然后起诉体检中心 拿回全副身家 当然比起这种妄想 我更希望的是可以 一夜暴富 不是为了过多么奢侈的生活 而是为了不想讲脱口秀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不讲 讲上讲接到一个电话 喂 二舅姥爷去世了 哦 什么 够留多少 两个亿 我是真的不想 为了工作而拼命 但没有办法 好像大部分行业都是这样 就一旦有一部分人 开始拼命 那剩下的人 为了生存 只好也拼命 就本来是一个竞走比赛 但是走了走了 我就发现 怎么有人双脚离地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看到庞博 建国 斯文 忽兰 一个个地冲了出去 全部跑在了最前面 其实到这个时候 我的心态还算健康 心想跑就跑吧 我要保持自己的节奏 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身后 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回头一看 江子厚和吴星辰 绝对不行 所以我来参加节目 与其说是想出名 不如说是怕掉队 你们知道 当一群投票演员 都在努力向前的时候 我却掉队了 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那意味着我 就只能一样千喜 说得到 大家好 你们认识我吗 对不用回答 肯定不认识对吧 对 作为介绍一下 我叫张柏阳 我是一个海归 对我知道 前面听到海归这个词 你们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出国能这么多 海归有什么呢 我就想跟你们说 就你们这种想法 是对的 现在的海归里面 真的大部分特别水 跟你说 简直就是海水 你们身边应该都有 这样的留学生朋友 对不对 一个个英语好像没多好 但是非把手机系统 调成英文的 微信都不叫微信了 叫WeChat 真的 你要是出国留学 七八年变成这样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就出去交换三个月 你跟我在这Chat啥呀 你见面扫一下WeChat 扫一下WeChat 我跟你说 扫完之后 我根本就不跟他们Chat 很多朋友都是 出国以前很正常 回来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我有个朋友 一般人 聊天的时候表示同意 认同 因为说什么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他表示同意认同 道歉也不一样 一般人走路 如果不小心碰到别人 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他不小心碰到别人 Sorry 你就感觉他那个意思吧 好像不是很Sorry 跟这种人在一起 最可怕的 就是他突然掉东西 一般人手里拿个东西 不小心掉了 第一番是什么 哎呀 他手里拿个东西 不小心掉了 第一番是 Oops 刚捡起来 又到一个 Oopsie 你说你说话就说话 没事 加什么音效 而且有时候 他为了凸显 自己的海归身份 我说两句话 他能给我 嗯哼八次 所以跟他聊天 什么感觉 你们知道吗 就是说着说着 我就感觉自己 仿佛在看一段鬼畜 嗯哼嗯哼嗯哼 嗯哼嗯哼嗯哼 Oops Oops 嗯哼嗯哼 Sorry 还有一种留学生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就是每年都要在朋友圈 发一次自己的毕业院校 哇 我的母校排名又上升了 英国前三十 大姐 你都毕业十年了 你记得母校 母校不记得你啊 我发现那些学校不好的人 从来就不会在朋友圈 怀念自己的母校 我看朋友圈的时候 从来没见过 李诞怀念自己的母校 华南农业大学 也没见过池子 怀念自己的母校 通州六州 也没见过柳妍 怀念自己的母校 对我的朋友圈里 没有柳妍 享有 没有 当然喜欢给人贴标圈的不只是人 还有媒体 最多的就是媒体 有些标圈真的是莫名其妙 比如前天 我就在报纸上面看到了一个新闻 关于柳妍老师的 标题是这样的 叫柳妍 庄前庄后差别大 素颜被指向大妈 我就搞不懂这些媒体在想啥 我说你们见过大妈吗 你们去过广场吗 你家大妈像柳妍啊 又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家楼下的广场上放眼望去 一个柳妍都没有 全都是泥屏 因为我是不好意思 这都是节目效果 特别不好意思 对不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张梅洋 我就是生活在一方 真的 压力特别大 前几天一直在写吐槽大会 特别累 但是说前几天 其实已经有半年了 因为这是一个 那时候写的段子嘛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 天天加班 一加班就到四点 一加班就到四点 很不爽 然后我就在反思 为什么我会这么不爽 我是不是有点太娇生惯养了 真的 你看以前那些科学家 发明家 哪个不是坚韧不拔 爱迪生 实验室里一工作 几十个小时 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才终于发明了电灯 极大的推动了 生产力的发展 让当时所有工厂的工作时间 延长了整整一倍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加班 就是因为爱迪生 发明了电灯 如果没有电灯 老板敢并加班吗 反正我加班的时候 情绪都是很不稳定的 如果老板 敢让我点着蜡烛加班 那我真的不能保证 办公室里点招的 只有蜡烛 以前我心里只有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科技越来越发达 我们的工作却越来越累 现在明白 就是因为科技发达 工作才变累的 科技不仅让你加班 还能让你的老板 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下班的你 以前没有汽车 没有电话 老板半夜有事找你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去你家 还得走着去 等他到了 你也该上班了 你现在可好 直接打你手机 手机不接 微信 QQ 王者荣耀 总能找到你在线的地方 发来一条游戏邀请 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很难抉择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 科幻片里那种 智能隐形眼镜成为现实 现在用手机 收到一条消息 至少可以先装看不见 过俩小时再回 不好意思 我才看到消息 有了智能隐形眼镜 消息直接发到你眼前 你还能找什么理由 不好意思 我才看到消息 刚刚再搁双眼皮 科技就是这样 用在生活里很便利 一旦进入工作 就特别麻烦 去年我们公司 因为业绩不错 得了很多奖 CEO就在公司群里发 这些荣誉属于脱口秀 属于所有脱口秀的参与者 我一看这话也太好笑了 就在另一个 没有CEO的群里发 是啊 荣誉属于参与者 但是钱可都给你 一个人挣了 哈哈哈哈 你们现在听起来 可能没那么好笑 但当时整个群都沸腾了 甚至有好几个同事 给我发私信 伯阳 你发错群了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科技 给每个人带来的便利 背后都是别人的心酸 之前99楼工作制的事 还记得吗 程序员建了一个网站 叫996ICU 上班996 下班ICU 这话诈一听 程序员好像特别惨 但是你仔细想 程序员惨 ICU里的医生 是不是也很惨 哈哈哈哈 抢救了一天的病人 好不容易回家吃口饭 推进来一堆程序员 啊 吃什么饭啊 点个外卖接着干吧 当然这话诈一听 医生好像特别惨 但你仔细想 医生惨 外卖小哥是不是也很惨 啊 送了一天的外卖 好不容易歇一会儿 来了一堆医院的订单 还歇什么呀 骑上车子接着送吧 当然这话诈一听 外卖小哥好像特别惨 但是你仔细想 外卖APP的服务器 为什么夜里九点 还在运行 是谁在维护 如果医生或老师 在夜里叫外卖 是不是ICU里 也就来不了 那么多程序员 莫名其妙地恨怒 人类就是这么自私 甚至此时此刻 为什么你们能听到 这些好笑的段子 表面上开 是因为我们找到了 优秀的总冠名赞助商 纯粮酿造 真材实料的老村长久 但是你仔细想 为什么我们能找到 这么优秀的总冠名 当然是因为 我们拥有一群 在台上台下 累死累活的 脱口秀写手 其实内心深处 你们知道 在每一声哈哈哈哈的背后 都是脱口秀写手们 日益增高的发迹线 但是你们在乎吗 不在乎 甚至印象这个画面 斜手脱发 好像更好笑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 真的 你多叮我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下次你叫外卖 送碗了 汤撒了 只要人家不是故意的 别急着生气 回想一下你自己在工作中 那些束手无策 焦头烂额的时刻 可能你就没有那么 想给人家打差评了 如果我们注定 都要成为生活的乙方 至少我们可以选择 在当甲方的时候 对彼此善良一点 谢谢大家 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你们可能很难理解我心里的难受 我差点又退赛了 我真的是太痛苦了 你知道 我本来这期节目还挺想拿个名次的 因为去年退赛之后 我爸就总觉得 他能指导我的创作 给我发一些网络段子 说这个段子好 这个段子好 拓游大会讲这个 我说爸 咱干点啥不好 为什么要学白凯南 其实除了这个事 当时我还挺开心的 想着拓游大会好好讲讲 谁能想到 今年这个世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一件比件震撼 东非蝗灾 科比去世 澳洲森林大火 你感觉白凯南放在里面 根本不值一提 除非澳洲大火是他放的 我发现这几个月 在网上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重阳媚外的标准 好像在逐渐降低 以前只有觉得 国外一切都好的人 我们才说他重阳媚外 现在变成 只要觉得国外 有任何可取之处 我们就说他重阳媚外 上个月 有位医生 发表了一个观点 说小孩的早餐 应该吃肉蛋奶 不要吃粥 被人骂上热搜 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 吃肉蛋奶 就是重阳媚外 看完我都懵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 我刚好吃了红烧肉 松花蛋和双皮奶 吃的时候 我都没意识到 我吃的 原来是顿歇餐啊 气人不气人 真的搞不懂 对吧 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 你骂这位医生 又有什么立场 你自己打开苹果 或谷歌公司 开发的手机系统 通过专利 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 WiFi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 发送到由 蒂摩西约翰蒂姆 伯纳李教授 开发的互联网上 发送内容 居然是批评别人 重阳媚外 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 你为什么要当键盘侠 你去当算盘侠呀 太难受了 但是虽然这些人的逻辑 很荒谬 但是我在网上 也从来不敢 跟他们正面交锋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本来没有规则 人数够多 就能制定规则 为什么 白凯南抄袭 我能抢占舆论的高地 是因为我有理有据吗 不 因为白凯南 是一个完美的维权对象 有名气 没粉丝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发生啊 但是如果 抄袭的人是蔡昆 公司还会帮我发微博维权吗 就算发内容也只可能是 天呐 我们节目的经典段子 竟然被蔡昆老师实名pick了 竟然大家这么有言 要不要考虑来 偷游到三当嘉宾呢 两个表情 还是很有情绪 情绪太重要了 而这 就是我又跑来上节目的原因 虽然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蔡雪温 但也想尽力避免 让自己 沦为白凯南 谢谢 嗨 我叫张不洋 这期主题是 你的人设崩了吗 还挺适合我的 你不要看我现在站在台上 对吧 好像轻松自如 胸有成主的样子 不是的 其实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人 一个原因就是进入娱乐行业以来 见到了太多的明星 上一季土大大会录制最后一期 我见到了张艺兴 当时彩排 他就站在我面前 不到一米的地方 跳舞 我不会啊 他跳的时候 散发出来那种自信 就让我越看越觉得 我的天哪 这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 而他身边的我 只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哺乳动物 而且你们看我现在说话挺正常 其实小时候 我有点结巴 本来只有一点点 后来就严重了 有一次开学 新班主任 叫班里的同学挨个站起来 报名 前面都很顺畅 我叫谁谁谁 我叫谁谁谁 我一站起来 哇哇哇哇 全班同学 哄堂大笑 整整十分钟 那是我迄今为止 最好笑的一次 真的 可能那就是我喜剧深爱的巅峰 最可气的事 这件事发生之后 整整一个学期 班里三个人 不叫我名字 一见面 哇哇哇哇 其中一个 后来真的结巴了 家里还觉得很奇怪 我家里都好好的怎么结巴了 他永远不会知道 这件事真的给我的自信心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 我甚至考虑过 去跳那种自信体操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 就那个我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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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 不用鼓掌 我知道 有一点点尴尬 而这就是自信体操的力量 你们知道刚才这段 我在家里对着镜子 跳了至少二十遍 跳之前还很犹豫 这个演出来会不会有点尴尬 跳完了一刻不尴尬 要尴尬也是观众尴尬 因为我是真的 很不错 跳完觉得好像张艺兴不过如此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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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回来了 当然 当然 当然这种自信不是我追求的 我追求的自信 我曾经在一些印度朋友身上见到过 是一种对于自身境遇的不纠结 当时在英国留学 有一天放学 有一个印度同学问我 晚上要不要去party 于是他说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party tonight? 当然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 Do you want to go to party tonight? 你们知道当时我为了忍住 不像你们一样笑出来 有多痛苦吗? 但后来跟那个朋友混熟了 我还问过他 我说你 其实你们讲话 知不知道自己有口音 他说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不在乎 哇 听完这句话 我对他的情感 立刻从嘲笑 变成了佩服 因为我的英语 其实挺好的 但真见了外国人 经常不敢说话 我曾经在新西兰一家 很有名的米其林餐厅 吃饭 很贵 菜上来之后 吃了一口 发现特别咸 就问我朋友 你尝尝我这个 是不是盐放多了 朋友拿过来 吃了一口 确实是 要跟服务员说一声吗 我看了看饭 看了看服务员 坐会儿吃吧 最可笑的是 后来这个服务员 亲自走过来 挨桌问顾客 对食物满意不满意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问到我们桌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我跟朋友一口通声 Yes 我的英语比较好 还加了句 Very delicious 其实我知道 后面我讲的这些 真实的故事 你们并没有太听进去 我今天的表演 已经很难超越 刚才那段舞蹈了 所以我说讲脱口秀 觉得挺悲哀的 真正想说的话 很少有人在乎 观众印象最深的 永远都只是那些 哗众取宠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真的 不如跳舞 讲脱口秀 不如跳舞 至少我的舞跳的 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 这道正苗 这道正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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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张不扬啊 那个 应该还是有人认识我 这些聊存在感 其实我觉得存在感 对我来说 特别重要 真的 因为跟他直接挂钩的 就是挫败感 存在感越低 挫败感就越强 就比如我现在 走在街上 偶尔 也会被人认出来 但是很少被人尊重 有次一个大哥 这么迎面走过来 看着我 哎 哎哎哎 说 啊 看过你表演 来 拍个照 不好意思 来 嗨 特别不错的 他就走掉了 我当时看着他的背影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红 都不是红成李旦 我想红成马云 因为我能想象 李旦也可能遭遇 同样的尴尬 但绝对没有人敢对马云说 哎 哎哎哎 看过你演讲 来 拍个照 阿里巴巴不错的 当然确实啊 不红 只能怪我自己 人确实是素 没有时尚属性 为了让自己显得酷一点 我去年买了好多 潮流品牌的衣服 对 这就是其中一套 但是 但是穿上之后 我发现 我好看了一点 而衣服 却难看了很多 气质不对 我特别羡慕那种会蹦低的人 然后在夜店里面 滴着一喊 Are you ready 砰砰砰 我不行 完全不行 因为我不喝酒 所以我蹦的 都是清醒地 滴着一喊 Are you ready 我就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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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这是为什么我单身 即使是单身的时候 在夜店里 从来不敢搭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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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办法像很多男性一样 会利用音乐和动作 来演示自己被拒绝的尴尬 你好 走开 OK 你好 走开 Yeah 你们知道我有多羡慕这种后脸皮吗 羡慕 当然 当然有朋友劝我 有朋友劝我 去夜店嘛 不一定要搭讪 朋友一起喝喝酒 挺开心的 但是你们知道在上海 稍微好点的夜店 卡座低销 都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只是来喝酒 你知道三千块钱 能在全家里喝多少酒吗 可是能让我全家都喝上酒啊 其实人就是这样 只要在金钱上有纠结 根本哭不起来 就我现在的经济能力呢 是这样 就是去过不少奢侈品店 但没买过几件奢侈品 不是买不起 而是要买 就得买在刀刃上 所以每次进去电约给我推荐一些 当机新品 我不敢试 不敢试 我怕真的很合适 很尴尬 我觉得很合适 他知道我觉得很合适 我知道 他知道我觉得很合适 但我得硬着头皮说 嗯 好像不太合适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完全败进去 但我猜不出来他的票 160以上 这就是我现在人生中最大的矛盾 对生活感受很强烈 同时又很不屑 就每次夜深人静 我看到那种新闻 比如NASA 发现一颗新的行星 人类首次拍到黑洞照片 哦 我的思绪就开始飘 说哦 宇宙那么大 银河系算啥 银河系那么大 地球算啥 地球都已经45亿年了 我这辈子算啥 不行 从今往后 我一定要自由快乐地活着 这个时候一看手机 我去两点了 睡觉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呢 想啥呢我 你们能理解那种矛盾吗 我对宇宙是如此渺小 我对公司却如此重要 有多重要 不去上班就扣我钱 脑子里永远同时存在两个问题 一 宇宙为什么那么大 二 今天中午吃点菜 这就是为什么我 又来到了这个节目 我对彻底解决第二个问题 仍然抱有一丝幻想 人生短暂的 我还是想把我有限的时间 再多留一些 再思考第一个问题上 当然了 谁 又不想了 谢谢大家 占反了 大家好 我是张博洋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 我们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们决定由我们两个人一起表演 我们干这行太久了 三十多了 年龄实在有点大 体力跟不上 所以我们决定 用两个人写一份告子 这样就能生点劲 我们用的这两个人是程璐和梁海元 这也太省劲了 就是咱俩写的好吧 就是我俩写的 但是以你这个性格呢 你肯定写一写你就累了 所以我已经提前帮你办理好了退赛 什么玩意儿 别担心真的 我办理得非常的顺利 没有耽误太多我宝贵的时间 我还没说要退赛呢 你早晚不得说 你早晚不得退赛 你们还记得他吗 他每年都说 写不出来不说写不出来的 你会不然喽 退赛喽 我再聊脸不要喽 美什么的你 我退赛你咋办 这我早就想好了 我可以每一期换一次搭档啊 我觉得演一演一乐他就很不错 下一场我加入他们 我跟他们一起演 我们三个一上台 大家好 我是一个三胞胎 好像不太自然 能自然得了吗 那你说不他俩谁换掉会比较自然 你换什么换啊 这么多年了 你对自己的实力没点数吗 跟谁演 你不是个亚军 张柏阳 你以前总退赛那是不对的 你能不能积极一点 健康一点 不要总想着退赛的事情 你别以为亚军的事就这么过去了 以你半托而非的性格 你人生中注定一事无成 一败土地 以你这种性格 你以后的人生 能不能想好了再说 我想不好啊 你为什么总是退赛啊 我除了我不喜欢要我这张老脸 以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你能不能不要老想我的事 不是你脱口秀干不下去 你怎么办 你没有经济来源 你怎么生活 你管我这钱 我说我没有 谁说有 我说我没有 很有经验吧 李诞平时就是这么对你的吧 对 但是我不难过 你脱口秀收不下去 你怎么办 演艺圈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处 你去参加创造营 那能行吗 当当当 导师您好 我叫张柏洋 我来参加创造营 我太丑了 对不起啊 人家不要你 人家不要你 你去也是这个结果 不可能我去 那就不一样 当当当 导师您好 我叫王建国 我来参加创造营 太帅的也不要 对不起 结果虽然一样 谁会觉得你太帅 我的老天导师 我是不一样 是李选前半 咋了 太凶了 不是我说你王建国 去年你俩这个CP要是真成了 你今天能站在这跟我搭档吗 你你你你你不是答应我不想这段吗 你不是 刚才的效果你也看到了 那不讲这个 效果能好得了吗 当当当 导师您好我叫王建国 别去了别去创造营 别去创造营 别去创造营 咋的 爱豆不能谈恋爱 不是 大哥大哥 你还让我让我演 有点没忍住没忍住 你接着来接着来 因为我告诉你 今天 他要是在这儿 不会让你这样欺负 什么 什么 你给我回来 咱俩能不能有要点脸 有点坚持好不好 我求你了 咱俩演完好不好 演完 你去创造营面试 你见到导师了 见到导师了 导师您好 我叫张博洋 请您务必看一下这个 这是简历 不这是五千块钱 怎么能给导师塞钱呢 这可不是一般的五千块钱 这是我张博洋 这辈子所有的积蓄 不是也太少了吧 因为我常年退赛 没挣到什么钱 我半途而非的毛病 实在是太严重了 不信你看 其实只有两千五 在这儿也半途而非 不能给导师塞钱 导师您好 请您务必看一下这个 这次是简历 这是我张博洋 这辈子所有的脱户 就已经看完了 也没有这么快吧 不对 完了 就是你没有作品 这件事 很像个爱豆啊 我 我现在退出这个组合 还来得及吗 导师您好 请您务必看一下这个 肯定不是简历 这回是简历 而且是我的简历 姓名 王建国性别男 兴趣爱好 说脱口秀 虽然现在确实有点说不动了 但我依然想 就能不能变着花 变着发样的 变着发样 在舞台上 为大家继续当一个爱豆 不是 我刚刚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你说说 王建国 我们还是好好讲 脱口秀吧 好的 谢谢大家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张柏阳 刚才也听到了吧 我们这个组合可厉害了 上一场演得歇碎 直接就被淘汰了 我们是被复活回来的 本来我俩想的可好了 你说两个人写一份稿子 这总比一个人写省劲吧 结果演完 我一看 我去 我说怎么都不爱两个人一起演 原来是因为不好笑啊 说来也巧 本组合虽然刚刚成立 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呀 却像结婚结了40年的老夫妻一样 摩擦不出任何的花花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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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你很精彩 但即便如此的不好笑 我们还是被复活回来了 挺不要脸的 挺不要脸的 其实我们两个不要脸的事 没有少干 年轻的时候呢 他持过职 我待过夜 我们两个都啃过老 所以今天这个不上班行不行 我觉得我们至少有话聊 对吧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人怎么能为了工作活下去呢 我应该为了梦想活下去 辞职之后没有收入 我的梦想就是活下去 外卖越点越便宜 最开始还点点肉 后来只能点青菜 洗衣粉都不用买那种去油能力强的 因为家里根本没有油 没有收入 卡里那个钱 哎呀 卡里那个都不是余额 那是嫦娥 一个不六神 刷就飞走了 消失的那叫一个快 嫦娥一边飞一边还跟我说呢 说你有梦想多点啥 梦想的玩意哪儿没有 我在遥望 月亮只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行 但凡有点钱 还能省着花 不至于走投无路 完全没钱花 能走什么路 梅花路 什么玩意儿 而这个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父母家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啃老更痛苦 我回家之后啊 都不敢随便让我爸妈倒垃圾 我怕他们倒着倒着突然发现 原来废物是可以扔的 我倒垃圾的时候都特别的心虚 因为我觉得啊 我拎着的那包垃圾他在骂我 他说凭什么 咱俩都是垃圾 凭什么你扔我 我说你这有啥不服的 我有手啊 他说太对了 你不光有手 你还好闲呢 所以没在家里待多久 我就赶紧又去找了个班上 我也是没想到一个人儿子当久了 竟然还会想跑回去当孙子 多难啊 当孙子都得跑着当 但凡你曾经挪点力 是不是就不用跑了 你就可以骑上绿原夜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 夜 冷电动车 其实我们在家当废物的时候啊 想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工作确实困难 但困难是人的刚需 没有困难 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你比如说奥运会 四成一百米接力赛 那个激烈 那个刺激 看的人热血沸腾 但如果 它是四成一米接力赛 你还看吗 解说员都没法解说 咋解说 现在第一棒是第二棒 第三次 比赛结束了 四成一米接力赛 那都不用腿快 手快就可以 连我都可以 四成一米接力赛 你想夸选手两句 你都没法夸 你咋夸呀 大家看看这位运动员 他的手法潇洒果断 他训练的方法是什么 是帮助爸妈扔垃圾 而这就是我们 辞职在家的感受 每天打开朋友圈 看到别人在那 四成一百米 四成四百米 而我天天四成一米 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 所以像我俩 这个德性的人 就是不上班 也得去干点啥 如果就是为了不上班 而不上班 让我们的态度 就像周星驰电影里 那个经典的片段一样 干什么去啊 上班啊 不上班行不行啊 不行 现在就 认识是一些 那般���chied 然后 same day 你会让你 不上班 因为 我 收音乐 您败 这时候 功识 是 在舞台 State 这么说可能不合适啊 但是我是真的很开心的 真的此时此刻 我站在这里 看着这些明星 在看着你们 真的做梦的感觉 真的就是做梦的感觉 但是应该不是 因为不管做的什么梦 我应该都不会梦到大王 我要是梦到了大王 我估计是在梦里上网 搜索谁是大王 但是也没什么 因为如果他在他的梦里梦到我 他也得搜索谁是张博洋 汪苏龙 一个网络歌手 像他这样的网络歌手呢 评论啊 一般非常的两极分化 欣赏的人很欣赏 不欣赏的人 我很欣赏 汪苏龙 英文名 Silence 安静 一开始觉得特奇怪 一个歌手 给自己取名叫安静 然后我就去听听听他的歌 然后发现啊 适合他的名字 不止安静 不止Silence 还有 Be Quiet Shut Up 特别特别多 山河老师是一个乐评人 其实我也是乐评人 只不过他在别人面前评 我在人家背后评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选手 所有的歌手唱成什么样 他都得夸 社会压力啊 我就没有这个压力 我想怎么评怎么评 山河老师真的 有机会你一定要试一试 可爽 汪苏龙唱歌真难听 大王 大王 说大王 说大王 大王 其实大王也是一个音乐人 出过歌 没人听过吧 对不对 很正常 不能全怪他 汪苏龙鞋的 我就知道 对不起 我的臭 我的臭 冷静 汪苏龙的歌啊 歌名总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矫情 对吧 他给大王写那首叫 什么你们知道吗 叫 未降落的雪 你听这歌名 未降落的雪 啥意思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雪 比以往时候来的 都晚一些 这歌到了2002年就写过了 你们在写啥 感谢大哥 但是大王很开心啊 拿着这个歌 哇 如获至宝 找了好多好多音乐人 给他推荐 张绍涵 毛不易 柳妍 一人唱一句 最后这歌 没火 大王 你这宣传手段有问题 你知道吗 你找那么多明星干嘛 你就找一个就够了 你就找张绍涵 千万不要让他唱一句 唱一首 唱的时候 你不要插嘴 发出来之后 绝对比现在火 胡爱泉老师 却是我小时候 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做了档节目叫 举杯喝喝喝 是一个 喝酒聊天的节目 这个节目兴致一听啊 就非常适合李旦 而李旦真的 上过这个节目 只不过他去的那期 这个节目差点改名 去之前是举杯喝喝喝 他也去 举杯喝 喝喝喝 喝喝 所以说今天主咖 张绍涵 其实啊 我上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 张绍涵演的那些偶像剧 而且不是喜欢看 甚至我还会想象自己是 偶像剧里的男主角 牵着张绍涵的手 走在小路上 但是我在这个节目 刚刚开始的时候得知 当年跟我一起看这些的 还有张绍涵 这种感觉有多恐怖 这就好像我当年 牵着张绍涵的手 而张绍涵的另一只手 牵的是张绍刚 张绍涵曾经演过一个偶像剧 叫海豚湾恋人 等到很多人看过 有两个男主角 一个叫霍建华 一个叫许绍阳 他当年选择了 许绍阳 我觉得特别奇怪 看得我很生气 你选许绍阳干嘛 你为什么要选许绍阳 许绍阳什么好的 你选许绍阳 你不如选张伯阳 无法忘记得过去 张绍涵曾经确实是很红过 很红过 后来突然因为种种原因 消失了 在他歌里其实也有倡导 很励志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我们也看到了 谈话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 励志并不是人生 最好的状态 对吧 因为很累 因为真的不是 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你就比如我 真的是才华有限 相貌平庸 可能真的一辈子 就在幕后当编剧 只能在同事生病的时候 才能上上节目什么的 所以我知道这样想不好 但是我还是真心希望 我的同事没事都能生生病啊 什么的 但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啊 在你们的身边 永远会有一个身体健康的我 耽误不了吐槽大会的正常录制 谢谢大家 真正怎么上来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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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紧张了 我希望以后可以好好做便利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真的觉得很开心 不不不 他不开心 他们吐槽太狠了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 哎哎哎哎 我真的很开心好吗 你只是在我面前不用隐藏自己 你想哭你就哭我都知道 我 我知道 你心里不好受 你心里肚脏的太狠了 我 我 啊 啊 啊 嗨 你们好啊 我是张博洋 又来路透游大会了 很高兴 这个节目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播出之后好多观众给我发私信 张博洋你好好笑 张博洋你好棒 张博你好厉害 我特别感动 把所有私信挨个打开 仔细阅读 然后回复了一些比较好看的女观众 但是最后一句其实是玩笑 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关注 我也上过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四个字 无人问津 那是我第一次上节目 还很兴奋你知道吗 节目播出那天晚上 我去坐地铁 感觉都不一样了 但是现实很残酷 我的微博粉丝长得特别慢 第一期节目播出 一个叫韦若琛的演员火了 记得韦若琛吗 节目开播当天 他的微博粉丝从零 涨到了三万 我涨到了两千七 关键是 我本来就有两千三 最尴尬的一次 公司让我发条广告 我就发了 发完之后 一个观众里面很兴奋的留言 第一 然后过了整整半个小时 没有人来抢第二 又过了半个小时 我一看 第一也没了 你线上表现不好 线下演出就更尴尬 因为观众是根据一个演员的知名度 来决定如何欢呼的 有次演出 庞博也上台 观众 呜 李大爷上台 观众 呜 我也上台 掌声结束 一个观众 呜 给我气 差点上火 当时我就想 为什么 我不是个孩子呢 如果我是个孩子的话 我就可以喝一瓶 妈妈贼稀罕 宝宝贼爱喝的 小葵花鹿 小葵花鹿 一天一瓶 刚刚好 孩子去火 没烦恼 有时候觉得 人真的是 挺矛盾的 你既害怕别人对自己 默不关心 同时又害怕别人对自己 过度关心 就我现在是住在上海 租房住 搬了三次家 每次搬家 我都不敢让我妈知道我确切的住址 因为一旦知道了 他们就会找各种奇怪的理由 给我寄各种奇怪的东西 就上个月 一点不夸张 他给我寄了一罐奶粉 而且他是寄出来之后 才打电话告诉我 喂儿子 我给你寄罐奶粉 接着收一下 我说 你说什么 他不理我 接着说 给你寄罐奶粉 最近不看本书吗 说这个人体啊 不能缺了DHA 不然智商容易下降 这个奶粉里呢 就含有DHA 但是我去买的时候 发现没有你这个年龄段的 只有婴幼儿和中老年的 于是我就给你买了个中老年的 我说 你说什么 他不理我 接着说 早上晚上各一次 温水冲开 记得喝啊 就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终于反应过来 接受了我妈 给我购买奶粉的事实 于是我开始反问她 我说妈 你为什么 要给我买中老年的奶粉 不是说了吗 没有你这个年龄段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为什么 没有我这个年龄段的 我妈说 那当然是因为 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 不知道注意身体 很难反驳 真的很难反驳 比如说我跟她说 行吧行吧 既然你寄吧 你寄就寄吧 但是这样 你再给我买一罐 婴幼儿的寄过来 啊为啥 我掺着喝 掺着喝 掺着喝就是我的年龄段 电话那边 我妈愣了一秒 然后恍然大悟 哦 对呀 还是我儿子聪明 但是讲到这里 敏感的观众 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今天的段子 跟主题 并没有什么关系 没办法 按主题真的写不出来了 我的所有创作 从来都是在 不经意之前完成的 就比如说我去 出门打个车 碰到一个话 特别多的司机 我就会想 哇 为什么她的话会这么多 一定是因为生活太无聊 所以每次碰到这样的司机 我都会尽我所能 陪她多聊两句 嗯 对 没错 哈哈 但有的时候真的车程太长 到了后面 没法继续 我发现这个时候 她就会开始 自己跟自己聊天 哎呀 这个车子现在不好开呀 天又热又塞车 很多人都不做了 我跟你说 做完这单我也回去了 回家喽 这种随波逐流的创作状态 就导致我 真的没有办法 为了一个喜剧节目 而放弃生活本身的快乐 所以等一下 不管我的票啊 是多是少 我都不会再参加 接下来的比赛了 是 退赛了 你们可能有一点惊讶 但千万不要为我感到惋惜 因为人生嘛 就是这样 总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 而我觉得不管怎么选 只要适合你 怎么选 都不错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张博洋 这一期呢 主题是 叫什么来着 对 北上广爱来不来 对吧 就是说大城市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在大城市里面生活 真的最令人头疼的 就是租房 在座有谁租房的吗 古章我看一下 真的只有这么少吗 你们能不能对自己诚实一点 没有什么丢人的 对吧 我就是租房住的 我觉得租房真的是一个特别令人头疼的事情 对吧 因为你会发现真实的装修 广告说是精装 其实就是剪装 对吧 说是剪装 其实就是毛坯 说是毛坯 可能就是个地基 有次我去看一个精装修的房子 就是20年前 可能真的是精装修 但是现在看来 跟毛坯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就明白了 精装修的真正意思 经历过装修 就叫精装修 对吧 当然我觉得比精装修更有水分的呢 就是地铁房 我们都在APP上看到一些地铁房 对吧 经常会这样写 一个房子 距离地铁站700米 但是这个700米 它不是步行距离 而是直线距离 对吧 说是700米 中间隔着一条河 我要去地铁站 我得先走路 再游泳 上岸骑个共享单车 这不就是铁人三项吗 我这种房子住一个月 没有受不下来的 哪怕是和解 所以我们看中介的广告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我们要 不能看他写了什么 而要看他没写什么 因为他会把所有能扯的优点 全都扯上去 我去看过一套房 破到什么地步 我跟你们说 就是连中介 都已经找不出他的优点了 看了半天跟我说 这个房子呀 据说风水特别好 哇 我看了一下 真的是风水好 厨房漏风 厕所漏水 住起来可能比较简陋 但是50年之后 埋在这块 我觉得还挺好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如果你把你的电话 留给了一个中介 就相当于留给了所有中介 前天我就接到一个 张嘴就问 喂 你到底要不要考虑买房 啪 我就挂了 什么态度 然后才发现 打电话的是我女朋友 她爸 当然租房最烦的 我觉得就是搬家前一个月 每到这个时候 中介就会带着全国各地的租客 来你这里参观 参观就参观吧 还要拍照 拍完照了 还要问你问题 房子住得怎么样啊 住了多久啊 我感觉我那根本就不是我住的房 而是一个名人故居 我只是里面的解说员 一开门 各位亲爱的游客大家好 欢迎光临张某阳先生的故居 首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 五平米的客厅 该客厅于1998年建成 历史悠久 张某阳先生偶尔会在这里吃饭 边吃饭边喝美之园三重国立城 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再看到这边 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卧室 足足三平米 大家注意那个窗户 对 是画的 非常的逼真 张某阳先生偶尔会在这里看看风景 那么在大家右手边 这个阴暗潮湿的小屋呢 当然就是厕所了 这里的马桶常见漏水 据房东说 这是象征着生活的幸福 远远流畅 好的 那本次解说到这里呢 也就告一尾声 我在门口的厨房里 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纪念品 三大垃圾抱我戴下 谢谢大家 欢迎下次光临 我是你的解说员 张柏阳